说到黄晓明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有人说黄晓明是霸总代言人 接的剧本永远是耍帅人设 也有人说他帅气坚毅 是娱乐圈不可多得的硬汉暖男 在黄晓明吃到红利的那个年代 他每年至少三部作品打底 娱乐圈狂人之名也由此而来 在那个内地娱乐圈还不是那么鱼龙混杂的时候 黄晓明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票房保证者 在那时竞争意识还不强烈的娱乐圈打拼了几年之后 黄晓明逐渐站稳了脚跟 31岁的黄晓明一举迈入亿万富翁行列 这时候的黄晓明可以说是很多人高攀不起的 但只有baby敢于挑战不可能 对黄晓明展开猛烈追击 不久后黄晓明彻底沦陷 但是大家都说baby配不上黄晓明 其实如今的baby之所以在娱乐圈能有如今的人气 完全靠的是黄晓明在背后推动 要不baby连三线明星行列也进不去 但黄晓明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其实当时很大男子主义的黄晓明 和没什么名气的baby还是非常配的 狼才女貌 baby在生活中依赖着黄晓明 而黄晓明则享受着照顾她的角色 两个人互相满足彼此的需求 这样的性格契合和互相依赖 让他们的婚姻生活过得甜蜜般配 所以 尽管有人对他们的婚姻持负面看法 但他们的感情一直稳定 可惜曾经的金童玉女也没有熬过七年之痒 随着杨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黄晓明的分量也就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脱离了掌控 对baby而言 这是一段失败的婚姻 也是一条成功之路 这对夫妻由曾经的男强女弱 变为了女强男弱 当双方角色互换 baby不需要再伏地做小讨好黄晓明 回首当初他们在众人面前秀恩爱的模样 实属让大家感到惋惜 还记得有一次黄晓明打电话给小海棉 没想到接电话的是baby 对话暴露两人真实状态 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对非常老父老妻的感觉 可想而知当时的他们有多相爱 不得不说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候的黄晓明常住在综艺里 杨颖会因为长时间没见到他而感到想念 会和黄晓明视频让他看看孩子 两人当时还被港媒称为海棉夫妇 因为两人恋情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杨颖常在微博上提到海棉蛋糕 又因为海棉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音相似 被联想到是在隔空传情 小俩口结婚后也就被称为海棉夫妇 而他们的儿子取名小海棉 正是象征夫妻俩爱的结晶 那时候的他们真的很甜蜜啊 只可惜他们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没有了黄晓明的人脉 在这个现实的娱乐圈 之后的baby又该何去何从呢